他應該才要是十二 懂嗎 他應該才要是十二 蘋果你應該就要給這樣的東西給消費者 不是拿這個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去注意這個 閃光燈裡面的這個是不太一樣的 他絕對沒有很好 可是他真的沒有各位想像的那麼差 你要用過你才知道嘛 總之要用過才知道啊 對不對 正片 スタート 我們要為各位帶來的開箱 很簡單 iPhone 14 那我發現 我的 鏡頭有點入鏡 稍微敲個角度 OK 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 那大家看到 封面應該也知道了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就是 這台 iPhone 14 我買的是256G黑色的 好 那一樣可以看到一個非常簡約的外盒包裝 背面這裡 一樣就是 iPhone 14 好 一樣這些東西 下面的條碼我們就不看了 好 那我們就 先打開盒子 喔 哇 很黑喔 這個顏色很黑喔 先拿起來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好 我是從十二換過來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十二問題頗多 對 所以就是 該換 早該換 我們手機先放邊邊 盒子裡面這個一樣就是一個 C轉lightning的一個充電線 好 那個 說明書 卡針 貼紙 就是 維持很一貫的蘋果的包裝 就是這樣 就這些東西 好不好 那這個東西我等一下要轉手機要用 所以就先拿出來 對 蘋果貼紙這幾年都只有做一張之後 反而我就不是這麼想要去 貼它或使用它 因為它之前以往是兩張嘛 我們有兩張蘋果貼紙的時候 就是有上下這樣兩張嘛 那你就會覺得那我一張 一張不要貼一張可以留做紀念 那你現在只有一張之後 我覺得 好不好 你充電頭都不給了 充最早的耳機 你耳機都不給了 充電頭也不給 盒子說要環保做的這麼小一盒 然後貼紙只給一張 真他媽環保啊 就是這些 老到掉牙的配件 好 不要浪費太多時間在上面 先放旁邊 這個是我們的主體 就是iPhone14的整體 可以看到它這個黑色 我感覺 它好髒 它怎麼那麼髒啊 好我們先開機 好不好先開機 我現在是沒有貼保護貼 沒有貼保護殼的狀態 欸它這個青銅往上移了欸 香蕉12 然後它這個 瀏海有點小 小真的小很多 有感 真的有感 然後我覺得最有感的是 背面鏡頭 它大顆好多喔 真的大顆很多欸 我覺得香蕉12有重一點喔 欸它 找不到台灣欸 台灣被世界遺忘了嗎 那我就去美國好了 這個是12 這個是14 大家從背面看 應該是可以看得到 變大顆很多 真的變大顆很多 然後再來前面的那個 瀏海 有沒有看到這個瀏海 有沒有 瀏海也是縮小的非常多 但是 據我所知跟13是一樣的 然後重量我稍微比較一下 我們已經可以看到12開始在發燙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喔 超燙的喔 重量14有重一點 OK好 它現在有跳出來這個框框 好它掃完之後它就開始這樣子 兩支iPhone 我們之後有機會會再拍一些就是 呃 如果要轉換iPhone的話 你們需要準備什麼東西 就是可以看到兩台iPhone 基本上厚度 好 14的鏡頭 確實有比較凸凸一點 而且應該是不止一點 我們等一下再來拍一些細圖給大家看 現在iPhone 兩支iPhone的資料 正在轉移當中 那先來聊聊為什麼我 選了14 因為是這樣子 呃 我本來選那個14 Pro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我要拍攝東西 但是後來我買了一台相機 之後開箱影片應該會有 對就是 這個 這個 Sony的 好它現在是在 還在跑 就是 有點久 我們覺得 以往喔 我覺得iPhone在設定這些東西的時候 真的在運行的時候都蠻久的啦 真的 真的都蠻久的 然後我剛剛不是跟大家說 它鏡頭突起的部分嗎 你們看一下這一支 這支鏡頭突起是這樣 這支的鏡頭突起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大同小異欸 蘋果logo是不是有變大顆啊 你們畫面幫我對比看看 還是是我的錯覺 應該不是齁 但是我可以看到 我從12轉過來 因為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12的用戶 應該很早就換13了 因為12其實真的 毛太多了 這支真的毛超多 我們都知道它處理器是放在它鏡頭下面嗎 我們一般拿手機的都是這樣拿 離它處理器的位置已經有點遠了齁 它邊框真的是照樣發燙 而且也是燙到你的手會抓不住 你即便帶了一個手機殼 我講認真的它背面發燙的感覺 你一樣還是感受得到 所以 對 這個東西 聽說明年會換Type-C 有消息出來說應該是會換Type-C啦 因為歐洲有規定嘛 他們就是好像不知道怎麼樣 反正就也是毛很多的故事 對 毛很多 因為我這個鏡頭是廣角鏡 所以你們看起來可能會不是很平 但是我眼睛這邊看是平的 它的那個按鍵 按鍵高低不太一樣 稍微 有稍微往下移一點 對 它鏡頭模組整個是放大 就是它不是只有鏡頭放大 是整顆模組都放大了 希望它帶來的拍攝效果表現會更好 那 先給它跑一下吧 它真的很久 我最希望可以改善的一個大問題就是 它發熱的問題真的可以有效的解決 真的 真心希望 拜託趕快把這個問題解決掉 A14本身就會發熱 所以 我那時候在考慮買 iPad Air跟iPad Pro的時候 那時候Air還是A14晶片 還不是新的M1 所以我買的當下只有 Pro是M1影片 然後Air是A14 然後我看到我這支A14這樣子 我真的是慘不忍睹 所以我就 直接選擇Pro了 因為 一來是你們看到我頻道有一些畫畫的影片 那個就是用Pro 就是用出來的 手機先放旁邊了 先不管了 我之後會用大概一兩個禮拜之後 我再來跟大家分享 真的有沒有必要像大家講的一樣 直接指上Pro 因為 我看了 後來看了很多很多 等一下喔 我們手機 轉換出了一點問題 沒事 好 我後來看了很多評測 我自己個人感覺啦 就是 以上是我的感想 並不代表所有人都適用 我要先講好 就是 我覺得如果你今天是要拿來攝影 或是要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都知道嘛 其實iPhone的攝影是比較強的 在拍照的部分相較之下 就沒有 三星或是其他 小米好像有一個一億畫素的那個相機 好啦 現在時間已經11點多了 我超累 我手機剛從 Costco買回來 對我這支手機是買256G的 我不知道剛前面有沒有跟大家講到 幹我真的太累 應該說這以前很多東西在拍很多東西在剪 所以 我上片不會一次把它全部丟上去 因為現在YouTube的演算法 我不知道他到底在幹嘛 他一直在擋我的那個 流量 就是 乖乖的 真的是乖乖的 好啦 好啦 剛剛發攝影哥非常好笑的事情 就是 我錄影錄到一半 然後 我的攝影機又當機了 那他就 欸 沒辦法 就先這樣吧 然後 我本來是要拍這台相機的開箱 結果 他先當機了 然後我現在變成說 我自己先拿這台相機出來 先拍我自己 然後還要補一些素材畫面 那 成如大家所見呢 講問題有點太大 這兩台iPhone呢 他依舊還是在 維持轉檔的過程當中 那 先讓他轉吧 因為他時間真的是超級有夠久的 真的很久 我的這個iPhone呢 現在已經轉換好了 那就是 你們看得出來不用在哪裡嗎 除了這個 瀏海 他也一樣之外 這是我怎麼感覺 真的就是 沒有覺得差特別多在哪裡 這邊 這樣翹起來的角度是這樣 然後這邊翹起來的角度是這樣 OK吧 這樣應該看起來過明顯了吧 看我鏡頭修到 這個是有貼鏡頭貼 那這個還沒有貼 這個是全裸機狀態 這個是保護貼跟鏡頭貼 那鏡頭貼的部分 我會再去找 專業的廠商 那如果有廠商想要曝光你們的產品的話 歡迎 私訊我的E-mail 來告訴我 這樣子 然後 你們看到嗎 他這個地方 就是你可以從他邊緣的這個角落來看 有沒有 他明顯寬度就 大上了不少 是不是 然後他鏡頭這個地方 他也是比較大顆的 有沒有 他鏡頭也是比較大顆的 閃光燈我覺得 有比較大喔 而且裡面的形狀不太一樣 我會不會有人去注意這個 閃光燈裡面的這個是不太一樣的 有他螢幕感覺 螢幕發射不太一樣 好啦我真的是在 尤其像在玩我們小時候在玩的那種有沒有 給你兩張圖片 然後去挑 有沒有 這邊有杯子 這邊沒有杯子 這邊有茶雞 這邊沒有茶雞 在玩那種遊戲對不對 讓你看出來一樣不一樣這個遊戲 我感覺我錯怪他了 明顯比12塊的多 並且少了很多的發燙 真的 這個真的 這真的太有感了 對 他應該才要是12 懂嗎 他應該才要是12 蘋果你應該就要給這樣的東西 給消費者 不是拿這個 你給了一個直角邊框 給了一個很帥氣的外觀造型 然後各種的發熱跟發燙 我們看你點這麼多個 他可以多快下載好 他這個速度真的是很明顯的 比iPhone12快 真的 好不好 我們就不等他全部跑完對不對 我主要是想補這段畫面跟大家講 就是iPhone14沒有你想像的差 他絕對沒有很好 可是他真的沒有各位想像這麼差 好不好 你要用過你才知道嘛 總之要用過才知道啊對不對 講坦白就是 他是一個不會讓你太失望的集中 好接下來這組樣張呢 為iPhone14所拍攝的夜景圖 讓我們可以看到 在招牌跟路燈的部分呢 都已經些微的過曝掉了 但是在整張畫面的調色上面 依舊是非常非常的討喜 非常有蘋果一貫的水準 然後下一張呢 我們看到的這一張是在武嶺的公路上所拍攝的 可以看到護欄的上面的斑紋啊 還有波羅路上面的反射 都呈現出一個非常非常自然的色調 包含背景的天空、雲、塵等等的搭配 在我看起來是非常適合 完全不用調色就可以直接輸出到IG了 好不好 那在這一張的部分呢 我只是覺得這張圖很漂亮 所以我就稍微放一下給大家看 那一樣可以看到那個雲 有點覆蓋在山上的這種感覺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夢幻 那接下來在iPhone14跟iPhone12上面的對比 我們可以以大致上兩個方向來看 第一個就是 可以看到14不管是在廣角跟超廣角的對比來看 都是比iPhone12的色調明顯的 兩根準確許多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iPhone12的噪點 感覺是比較嚴重的 如果沒有把兩張圖對比在一起來看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 其實iPhone12拍的也不差 但是兩張圖一擺在一起之後 依舊可以發現 iPhone14仍然是非常非常強的 一個拍照的相機 不對應該是手機 然後這張圖呢 我覺得它非常的好看 那就是在它的背景的部分呢 因為它有點為背光所拍攝 那它的道路上面的反射出來的光線 在攝影機上面沒有很完整的把它濾掉 所以我會覺得這張照片 如果能夠在公路上面的亮度 再稍微降低一點 然後背景的綠色稍微再更綠一點的話 那它會是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一張照片 好那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喜歡影片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